怎麼襪子又少一隻 奇怪 另外一隻去哪裡了 很多人都有的慘痛經驗 襪子怎麼越穿越少隻 乘雙乘隊的襪子漸漸行單飲汁 到底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很疑惑 不知道 被吃掉了 可能會不小心 被小精靈偷走之類的 神秘的襪子失蹤事件 有柯南給你解答 襪子都被你家洗衣機吃了 你們準備好了嗎 看起來正常的洗衣機 宛如襪子百目的 滾筒和外殼的中間 如果洗衣服時裝太滿 就有可能在過程中被拋飛掉入 甚至如果連接的膠膜鬆脫 襪子也可能被吞噬 衣服洗枕頭 我們拿起來的時候 有可能那種襪子 或是內褲類的 有可能就會剛好溜去外桶外面 錢 襪子 玩具 想避免襪子被怪獸吞了 小型洗衣機是一個方法 貼身衣物全丟進去 洗完衣服都還在 一個不能少 洗脫烘如果一寄的話 通常洗脫烘完成 大概要四個小時 網路也有人建議 想省時間 別買洗脫烘一體洗衣機 下班前先把衣服預約洗下去 回來就能烘乾 省下時間 也省下長時間運轉的高昂電費 記者王俊傑 陳真報 台中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 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